中文字幕 李宗盛 蔡英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跟蔓 gramm非常的遠 提到說其實沒什麼就過來 是,对的,应该从小也,因为潮山地区有很多华侨都在长罗这一带,对,曼谷等等,然后我父亲也跟这边的,他有很多学生也在这里,因此也有一些,经常谈起来吧,对。 对,这次展览叫做向外之向,这次展览是分成两个部分,一个部分就是在这里展出,还有另一个部分在24间那边的团阵,另外一个VIP空间,两个地方。 那么,这个展览呢,主要还是我近几年的作品吧,那么我的作品一直在讨论或者探讨的是,中国的传统文化向当代的文化转换之后,它的一种形态。 我不希望中国的水墨艺术老师非常传统,也或者说在一些题材方面非常重复,但是我又希望说中国的这种经典的文化,那种超越现实,而具有自由的精神性的东西,能够跟当代艺术充满个性化的表达呢,会很好的一个结合。 因此呢,这次是我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吧,希望一个跟既有单代的一种个性表达的精神,又要传统经典的一种超越现实的一种精神,两者的一个结合。 那贾文,要您在那么多化作中,您觉得最不能错过的一幅作品的话,怎么会想当时请您的推荐? 其实我觉得,我这次在这里展出有,在这个空间有两个主要的类型。 那么,在我身后的这件,叫做大光明云,这件作品呢,是取这一地上经,我们的经书云的地上经的里面的一段文字,而所表达的这种人类对一种正大光明的东西的一种向往。 那么,其实我这件作品,画的是云啊,水啊,天上的阳光啊,古照啊,等等。 这种东西既是很有应欲,但是又可能是比较抽象的。 然后,也我应用那种中国化的这种笔啊,墨啊,还有这种宣纸的这种特殊的,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,非常微妙的表达方式呢,将它结合表达出来。 那么,他这件作品应该说,我在我的概念正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表现吧。 那么,其实在这件作品的对面有这四件像书法又不像书法的作品。 那么,这四件作品呢,它隐含了书法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修养方式,文化修养的方式。 那么,这组作品写的内容是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所写的,当时的练习写的古典的诗词。 那么,在中国古代来讲,练习写诗也好,练习写书法也好,画画也好,都是一个人生的修养的一个手段。 那么,我将这个手段用艺术的表现方式跟它呈现出来,使得人家既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可能有我个性化的表达力画面,可能也有传统的书法的线条啊,审美啊等等的表现。 但是,可能又是这里面隐含的更深的一种文化的含义。 所以,在我的这次印的画写里面,都有将这些诗词给写出来。 那就是,请您去鼓励泰国的朋友们来欣赏。 我来到这个中心这栋大楼,我非常惊讶,这里聚集了很多重要的画栏,重要的机构,包括也还有展览空间,包括这次还有无一幅新的展览的空间等等。 这是一个很有文化聚集力的一个地方。 那么,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不同的,又很能够产生对你的一生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艺术品。 好,谢谢。 韩国的全古董衣服中心非常感谢你,这样推荐我们。 那也希望未来可以在我们这里看到大家,那我们这边办展团。 好,这是第一次来,我今后会经常来。 好,谢谢。 好,谢谢。